請各位開啟這個練習檔之後的話 這個樂透彩的重量機率統計 那101年的機率的話怎麼算 當然你可以看到101年在這邊 101年的開獎號碼在這邊 那總共的話它的規則是 什麼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碼 實際上我們是算7個號碼好了 反正特別號算第7個號碼 然後每一期 這個算一期有沒有 一期有7個號碼 那Ctrl向下的話 我們看一下Ctrl向下 那這邊總共有幾期呢 總共100-1嘛 然後99期 所以99的話那多少號碼 等於是99乘上7嘛 應該693個號碼 這麼多號碼裡面1號出現的次數 假設1號到底出現的次數多少 那你總不可能用眼睛算吧 最笨的方法就是慢慢算 一個 兩個 OK那你這樣怎麼算 總共有幾個號碼 42個號 3個 4個 5個 我相信應該有人慢慢 那如果假設 你在以色列裡面 你一定要想到有什麼函數 可以幫你算 算什麼 算某個號碼出現的次數 所以這邊的話有個概念 算的話叫Count 那如果哪個號碼就if 所以其實有個函數叫Count if 有沒有 Count就算次數嘛 if的話是算如果哪個號碼的意思 所以呢 假設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很簡單 你可以在這邊插入一個函數 游標放這邊嘛 插入函數 那那個函數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分得放哪裡的話 你其實可以找全部 全部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Count if 或者你在搜尋一下 請問一下我要算那個機率 我要算哪個號碼出現的次數 那怎麼辦 其實他會告訴你 應該 這邊會告訴你是Count if 所以你可以找全部裡面 那C開頭的 打一個C好了 有沒有 Sword打一個CO 他會跳到CO開頭的 然後這邊的話就有Count if Count if 或者是我建議啦 這邊Count if在這裡 有沒有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找那個統計類的 因為Count if他算在統計類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Count if 有沒有 Count if 那當然啦 順便你可以學一下 其他的相關函數 像Count Count就算什麼 算什麼的數量 多少個 但是特別注意 Count函數底下有說明 所以你點它一下 他會跟你講說 計算範圍中 包含數字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Count的話 一定是算數字 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儲存格裡面不是數字的話 他就不會算一個 OK 所以喔 那你說 如果我要算不是 不一定是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用Count a Count a的話 就不管是不是數字 反正呢 他只要是儲存格裡面有資料的話 那就Count a 那如果要算儲存格裡面沒資料的話 那就Count break 有沒有 空白的 OK 然後Count if的話就算什麼 算如果 多一個條件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Count if s s的話呢 等於是多條件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條件不只一個的話 那你可以用Count if s 欸 這樣也蠻好記的 OK 所以 跟各位講 Count if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你不會Count if的話 很多事情很難統計 而且 你要用人工來算 真的是太傷眼力了 那你說Count if能夠做什麼 其實不只是算那個數量之外 像我還常常用到 比如說我要比較兩個新舊版本資料 到底兩個新舊版本差別在哪裡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用Count if 比如說我想舊的 比如說你們有加退選嗎 比如說有加選退選 那如果有加退選的話呢 到底哪些學生是退選的 哪些學生是加選的 那如果以前你不用Count if的話 那怎麼辦 自己慢慢排序 然後慢慢比較 可是如果Count if 真的馬上就知道 哪些是加的 哪些是退的 其實真的蠻方便的 OK 那如果以這一題來看Count if 那我們來看一下Count if怎麼用 第一個的話 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 請告訴我 你要找的那個範圍在哪裡 我要找的範圍在這裡 101年的 哪個範圍呢 就是這個範圍 從D到J 所以你可以 我的習慣是 因為你等一下要選到底 當然你千萬不要用滑鼠慢慢選 我是建議你可以橫向先選D2 然後往右拉到J2 再用Count if向下 這樣的話他可以怎麼樣 幫你把它選到底 Count if向下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不會用Count if向下 你變成你要這樣用滑鼠慢慢 他可能會過頭 他會拉回來 這其實我是覺得不夠專業 最好記一下 D2到J2在Count if向下 這樣的話他就會幫你選 不過你會發現 他這邊好像出現一個錯誤 好像會多一個什麼 101年的驚嘆號 所以這可能要拿掉一下 因為這好像錯誤了 應該是這樣的 101年驚嘆號 D2到J100 OK 記得喔 不能多一個 我剛剛是可能是多按了一下 他可能多一個 再來的話 第二個是Criteria 是條件 那條件的話什麼呢 就是幫我在那個範圍裡面找什麼 找那個1號 1號在這裡 所以你就點一下1 點一下A2 他就幫你找 在這個範圍之內 有沒有 大瓜湖是一個陣列 在這個陣列 其實陣列就是表格啦 在這個表格範圍之內 到底有沒有1號的 有的話呢 幫我算數量1 有沒有 所以他往下找到 12345 找完之後 找到17個 所以你會發現 按確定之後的話 告訴你 在101年的那個機率裡面 他總共有那個 有什麼 有17個啦 OK 所以你可以向下填滿 當然你可以 向下填滿的話 他應該幫你全部算完 不過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的話 會有一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就是你這個底下的這個有沒有 上面的這個範圍 應該是D2到J100 可是因為你向下填滿的話 這個範圍它會自動加1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讓他加1的話 那記得 請你在D2前面一定要加錢的符號 那J100的前面一定要加錢的符號 J100 OK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加的話 你向下填滿 J J2就變成D3 它自己加1 J100就變成101 OK 打勾好了 所以向下填滿這樣應該就算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的話 我就統計出 101年 到底哪個號碼開出來的次數是最多 那次數不代表是 那個什麼 次數不代表是它的機率 所以如果我要算機率的話 再來我其實在除以總共101年總共的號碼的數量 那就得到機率 OK 不過啦 我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第一個 Count if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Count if 然後Range是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然後A2的話指的是條件 那這樣我就算出來了 另外的話 記得喔 請你在D2跟J100前面加上錢的符號 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可是你會發現有一個問題比較麻煩 什麼問題 這個Range的部分 因為它是跨工作表 跨什麼 它是跨到101年的工作表的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所以喔 如果我是建議喔 將來如果你是跨工作表的某個範圍的話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換成所謂的定義名稱 也就是說喔 你可以先把那個範圍先給它一個名稱 那將來的話呢 這個Range的地方直接給那個名稱就好了 這個地方怎麼做喔 首先的話 這個我們假設換成定義名稱的話 首先第一個你要先給 101年的剛剛那個範圍 哪個範圍 D2到J100 所以喔 如果假設 我希望說 跨工作表的那個範圍實在太攏長了 而且還要鎖定很麻煩 我用定義名稱來做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會不會比較簡單 當然會啦 那第一個的話 你要先把101年的D2到J100選起來 然後一樣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 這個地方可能要點一下D2 向右移動到J2 Ctrl Shift向下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你將來希望給這個範圍一個名稱的話 那請你注意喔 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定義名稱 這個功能非常重要 以後如果牽涉到有點資料庫的那個感覺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在哪邊給他名稱 這個範圍我先選起來 然後告訴他說 以後這個範圍我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也許他叫做101的一個名稱 可是如果說 定義名稱它有一個規則啦 就是說名稱的話不能數字開頭 也就是說你不能給101這種名稱 你變成你開頭一定要是中文或英文 所以我乾脆給他一個名稱吧 先選範圍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範圍我取名叫做開獎101好了 開獎101 Enter一下 記得喔 Enter完之後一定要再按Enter 好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以後這個範圍呢 就叫開獎101了 那如果假設我有開獎102 那一樣喔 102年順便做一下好了 那一樣把102年的D2到這一百 然後呢 Ctrl Shift向下 那一樣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做開獎102好了 開獎102好了 OK 記得喔 Enter喔 然後這樣的話呢 這個範圍就開獎101 開獎102 OK 最後的話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如果假設你要檢查說 你到底做對 對還是不對喔 你可以到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裡面去找 那只要你有定義兩個名稱的話 在公式的名稱管理員裡面喔 就可以看到有兩個名稱 叫做開獎101 他的對照範圍在這裡 有沒有 那你看一下對不對 之前有同學喔 蠻常選錯的 好像少選了追還怎麼樣 所以你看一下是不是D2到追吧 如果是的話那表示OK 那102年的話是不是D2到追105 對 OK沒錯喔 好 那如果定義好之後的話呢 假設我剛剛的那個計算的公式喔 其實你就可以變更了 那怎麼變更呢 特別注意喔 那你選擇的地方喔 就不需要再切到前面的工作表喔 再去選那個範圍 你只需要記得一個快速鍵叫F3 F3的話呢 在我們鍵盤上方喔 不過因為我們這筆電喔 有一個方選鍵 所以你可能要先按方選鍵 然後再按F3 它會跳出這個名稱出來 但如果你是桌機就不用 直接按F3 有沒有 方選鍵喔 然後再按那個F3 它會跳出名稱讓你選 那你只要選什麼 拍獎101 就可以代表剛剛的範圍了 這樣的話基本上 錯誤的機率應該會小蠻多的 而且你會發現喔 公式也會比較簡短 另外還有一點喔 剛剛那個選範圍 要加錢的符號 可是這邊的話完全不需要 OK 要直接按確定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一樣向下填滿 OK 那我們就算出次數 一樣啦 只是說公式變得比較清爽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再算機率的話呢 我就提一下 除以多少 除以它總共的號碼數量 那我剛剛算過啦 它這個101年的數量 應該是多少個 好像就是D2到J D到J等於7嘛 那99 7乘上99 應該693啦 所以 當然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要用算的 那我可以怎麼產生這個數量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怎麼樣 利用之前講過那個函數有沒有 剛剛有提到 Count 其實或Count A應該都可以啦 Count的話是算數 哪個範圍 數字 總共有幾個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什麼 把Count這邊按一個F3 我按F3之後的話 然後呢 你就一樣給開獎101 意思是說你幫我帥一下 開獎101裡面有幾個號碼的意思 有沒有 回來就693了 有沒有 這個就693了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放到這個後面 讓它除一下 所以這邊加一個除以是吧 除以那個 所以其實 你可以直接拿這個公式來改 比較快一點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 因為沒有if啦 所以你可以把if 這兩個字拿掉 好有沒有 Count Count 裡面的話 幫我Count一下 開獎101裡面的號碼 那這樣一除之後的話 得到的結果 那就會是最後的機率了 那一樣向下填滿 有沒有 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底下的機率全部算完了 可是啦 這個機率 看起來那個小數點 好像位數太多了 所以理論上 一般我們可能會怎麼做 要不就是把那個小數位數減少 大概到這裡吧 大概取到小數位 第四位應該就蠻多的 可是有的時候 如果假設 這樣看 還是不是很清楚的話 如果我想 希望讓它 把它格式化一下 我希望讓它呈現出 比如說一萬分之多少 以一萬當成分母 然後二四五當成分子的話 那其實最後 其實你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按右鍵出成的格式 可以把它改成分數 然後呢 以一百為分母好了 包括一百 你說一百為分母 這樣看起來不太一百次 一百 那如果假設希望一萬為分母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制定一下 先選一個接近的 一百為分母 然後制定一下 再自己補兩個零上去就可以了 最後我希望看到結果類似長這樣 一萬為分母 二四五 OK 好有沒有 一萬 二四五 OK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那這樣的話 就是最終我想看到的 那你說老師 那我最後看到的這個結果 如果一百零二年也要做出來的話 怎麼做 很簡單嘛 你把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再貼到一百零二年這邊的公式 貼上 然後把一百零一 改成一百零二就可以了 因為我剛剛有定義另外一個名稱 開獎一零二嘛 打勾 OK 然後 再來的話 這個格式 不一樣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用那個刷子 優標先放這邊 這邊有一個刷子 就是 我如果要把這邊的格式 負負負責到這邊的話 那我優標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刷一下這個刷子 然後把這個格式 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發現 那你就不用再重做啦 不過你要重做也蠻簡單的 就是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先找到分數裡面的一百為分母 這個最下面這個 然後按下制定 然後補兩個零 這樣也OK啦 其實差不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那這樣的話 一百零二 一百 一百零一百零都有了 然後合計的話就很簡單 合計比較單純 就是把這兩年加在一起 這一年的 加這一年的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它加在一起 然後向下填滿 那這樣的話我就知道兩年的合計機率 哪一個最高 那最後再幫我排一下名 那排名的話 當然 怎麼樣排名 那不是叫你在裡面慢慢看吧 自己排 當然不是啦 排名的話 在那個 Excel裡面有一個函數 一樣在統計類裡面 有個叫Rank.eq的 R-A-N-K-E-Q這個 可以利用這個來排名 那你們先試一下 把這個 剛剛主要重點 第一個就是利用Count if 然後先定義好前面的範圍 然後呢 再算出機率 並且 把一百零一年算完的公式 直接貼過來 改一百零二 那最後兩個相加 試試看好了